红衣女子大啦啦走进店里直奔门口正在用餐的一家人 下一秒女子进往女童背部大力拍下去 害得女童吓得全身跳起来 下一秒父母反应过来赶紧追出去 要讨一个说法 事后店员反应证明女子经常出入附近 疑似精神状况不佳 附近民众也都知道这号人物 事情发生在下午两点台中杀戮一间火鸡肉饭店 一家人原本开开心心在用餐 国小四年级的女儿却被突然闯入的 科兴红衣女子攻击 吓得父母赶紧报警 把那个科兴女子强制送到发行所 接连络他科兴女子的父亲到我们发行所 我们协助他强制就医 原来39岁科兴女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随机打人事件 网络上有人说 他11号在公车上也曾随机往乘客的头扒下去 两次攻击受害者都没有提告 但还好没有拿武器伤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鸡脚涵志心谢云珍台中报道